12月29日消息 近日 小罗重返巴黎圣日尔曼与梅西团聚 两人相互谈到了对方 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梅西表示 小罗的技术无人能敌 包括自己 梅西谈到小罗惊吓离开巴萨时表示 很不一样 其实我并不希望这件事会发生 我以为他肯定会在巴萨结束职业生涯 但他加盟了巴黎圣日尔曼 我很开心 这是一个在我心中有着特别未知的俱乐部 梅西转会巴黎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 梅西是个了不起的人 是个很善良的人 他有点像我 在面对镜头时我们都有点害羞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家伙 一个好的朋友 好的父亲 好的伙伴 他不只是在足球赛场上散发光彩 在赛场外同样是个伟大的人物 梅西谈到小罗氏表示 这种感觉非常特别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他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 我经常说我很感激他 因为他之前带我很好 对于我来说每次见到他都会很开心 作为七座金球奖得主 梅西还从技术层面高度评价了小罗 小罗是一个了不起的球员 他与众不同 为球迷奉献出相当精彩的表演 人们去看他踢球 总会寄予厚望 因为他总是能够在球场上 表现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观众很喜欢他的表演 小罗是个特别的球员 因为他的个性 也因为他在球场上所做的一切 就个人技术而言 没人能够做到他所做的事情 包括我 小罗走上球场 就会享受自己的表现 而球迷们也会享受其中 对于这一番夸奖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就是喜欢你的原因 伟大的人该有的谦逊低调 小罗盘贷精彩绝伦 老七的引路大哥 就结合球的个人技术 实用性方面 没有人能达到你的水平 球王有几个 精明只有小罗 巅峰小罗 史上技术最强 盘贷 推进 速度 制造威胁 得分全都有 同行说你好 才是真的好 小罗如果能像C罗那样勤奋自律 球王非他莫属 小罗内少还有早期的小小罗 都是耍杂技 就是不务正业 所以内玛尔在MSN里 压不住梅西的进球 也就苏牙知道要干什么 似乎只有梅西 将进球助攻发挥到极致 小罗带球是最骚的 没有人可以像小罗那样带球 一个都没有 人球结合的确梅西历史第一 小罗之后 感觉最像小罗的是内玛尔 内玛尔之后就难说了 桑巴足球精灵 能把球踢得这么优美 像舞蹈一般的真的很少见了 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 梅西过人传球能力特强 但是跟小罗不是同一类型 内玛尔还有点那意思